大家好,我是Alex 今次來到沙田衍敬村拍紅棉加蟲鼠 每年差不多春天的時候,都很多朋友來這裡拍 今年我來遲了,紅棉都少了很多,快都借光了 所以樹上可以拍的範圍大大收窄了 根據現場影友說,昨天早上只出了一會,下午完全沒有出來 蟲鼠都不是經常出來,出來的時間很少 而去到現場,我就很快又找到蟲鼠的鬥,原來在對面的樹 我都很留意他們的一舉一動,如果見到他們準備出來,我也要準備一下 在等蟲鼠的過程中,不時都有雀鳥在紅棉樹附近出現 我也拍了不少,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我之前有一條片 主要介紹紅棉和雀鳥 說回拍蟲鼠,蟲鼠每次出現在紅棉樹上的時間都不長 它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很多時候,每一個花道都是喝少許水或吃少許花蜜就離開了 拍的時候也要留意蟲鼠的姿態 有時背著花後面,遮住又不好看 有時背著地,拍出來也不好看 而我們要留意背景,太雜亂太花,我也不會選擇 所以,可以選擇出來的照片其實不多 不要想著我們拍紅棉加蟲鼠,她的活動範圍都只是在棵樹上 動作都不是很快,很容易拍的 但實際上拍的時候就發覺,她的動作非常快 很多時候在樹上捲來捲去,跳來跳去 而我們對焦也叫追同鼠眼,蟲鼠眼其實也不是容易對的 很多時候,焦點就會被花或其他雜物干擾到,對錯焦 而比較穩陣一點,我部Alpha 1設定了 鬆區域對焦,再加上Tracking 如果遇到蟲鼠在木圓花附近出現 對焦方面更加容易受到干擾 這個時候,我就會把對焦範圍變成中間點 或者單點加輔助點的Tracking 這樣追焦就比較容易 而連拍速度也不需要太快 每秒10張8張都已經足夠了 今次雖然是帶一支200-600Zoom鏡去 但其實也沒有帶錯 原因就是,做蟲鼠有時遠,有時很近 近來講,可能是300-400mm 如果帶定焦的,例如600-400mm 近的時候就會爆到 如果帶至400.8mm,遠的時候有錢不夠長 所以這支鏡頭可以照顧到今次所有拍攝範圍 有時甚至600也不夠 我會用到600加APS-C Mode 而今次拍蟲鼠,除了剛才提到的技術上主義問題 例如對焦等等 另一個要留意的問題就是背景的選擇 因為拍攝所有環境,背景其實都很混亂 有些光,有些暗,也有很多光斑 所以我們拍攝的時候都要留意一下 我比較喜歡的就是一些比較青綠的背景 也要留意一下蟲水的姿勢 最好等到它有些動作的時候才按按鈕 例如它伸手握著花,又或者樹枝過樹枝飛破過去 大家看完這條影片,如果覺得好的可以給個Like 如果未訂閱的頻道,就快點訂閱 如果大家有什麼看法,歡迎留言,大家討論一下 今次就講到這裏 遲些就跟大家分享吧 歡迎留言,給Like和Share Bye Bye 歡迎各位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需要按訂閱和按小鈴桃按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載的通知 最後記得給Like我們呀,多謝各位